晚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10月14号的百隔大事迹 首先来关注24岁大马女子在台湾遇害的新闻 涉案嫌犯辩称她是受到死者所托才杀人 此番字述引起了社会哗然 死者一名有人在接受新洲日报访问时表示 不相信这个说法 透露死者数天前才说 想要拍更好看的照片 所以受访有人觉得尽管死者生前有忧郁倾向 但不太可能有求死念头 她也形容死者是善良的小天使 做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总是闪闪发光 另外 刘台联总秘书处今天下午发文告透露 死者家属已经搭乘今五的航班 飞往台湾处理死者的身后事 再来要带你关注的是一则 涉及两个女人与另外两个女人之间的口水战 世源行动党原任四言末区国会议员杨巧霜 在推文的一句快速扫了一眼以为是螺丝马 而这个新闻的主角就是昨天突然请辞的 巫统吉打州行政议员苏拉雅 结果 杨巧霜的这个推文招来了巫统女青年团 团长扎希达的严厉炮轰 作为女青年团的第一把交椅的她 指责杨巧霜无礼以貌羞辱人 还促请选民通过选票惩罚行动党 对于扎希达的抨击 杨巧霜也飞省油的灯 说道 就算有其他人看起来像罗斯马 纳吉或者扎希达又有什么问题呢 强调自己没有以貌羞辱罗斯马 伊斯兰党中委会昨天议决与国盟合作迎战第15届全国大选 此番宣布被解读是在土团党和巫统之间 伊党选择了土团 针对不和巫统合作的课题 今天伊党主席 Hadi阿旺就有一个有趣的形容 不过 Hadi阿旺没有把话说死 他表示伊党现在是基于巫统里头还有浑浊的人 所以才先推迟合作 不是要以巫统为敌 而对合作有所保留的还有一党总秘书达基尤丁 他直言 一党昨天的声明不意味着一党断绝与巫统的全民共识 伊党始终抱以开放的态度去看待政党之间的合作 为到大选提名那一刻 一切政治组合皆有可能 而对于伊党继续留在国盟的决定 土团党总裁慕尤丁和总秘书韩沙赛努丁 分别发文告感谢伊党 并且承诺强化与国盟成员党基层的合作 不过 巫统这边 看守首相伊斯曼沙比利和巫统主席阿末扎西都异口同声表示 这是巫统预料中事 而巫统已经做好准备 展开大选备战工作 确保国阵胜选 其中 阿末扎西还说 巫统在团结穆斯林方面从来没有关上大门 另外一方面 阿末扎西也点名2018年12月背叛巫统的领袖 并且形容他们现在一定很难过 因为巫统透过柔佛和马六甲州选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最后来看 西蒙是否解散执政的三个州议会成了热议话题 虽然西蒙主席理事会之前表明最迟今天公布详情 但至今还没有消息 而外界盛传 雪州和森州主张不要解散州议会 但是槟城则想要同步解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新动党主席林冠英就指出 西蒙主席理事会将会在明天早上召开会议 商讨解散槟州议会的事情 并做出最后的决定 他表示 如果西蒙三州没有一起解散的话 他理解会遭受到政敌的攻击 但是现在没得选择 因为人民要同步解散的反应很激烈 现在都没有听到不要同步的声音 另外 沙拉越行动党这边 沙行动党主席兼沙西蒙主席张建仁宣布 本届国选沙拉越行动党将会用火箭标志竞选 因为选民更熟悉火箭标志 至于沙拉越公正党和陈信党 相信会跟随西蒙中央的决定使用西蒙标志上阵 今天的百革大事集到此 感谢收看